完了,之前骂杨颖的人,又该跑去骂赵丽颖了,说起娱乐圈的当红花旦,很多人会想到郑爽、杨颖、杨幂、赵丽颖四人,而这些女星的竞争不仅仅是影视作品,还包含广告代言、商演等等方面,之前就网传《楚桥传2》的女主被导演从赵丽颖换成了《baby》杨颖,导致双方粉丝互撕楼很长一段时间, 后来被证实是剧组为了超收视率放出的烟雾弹,而最无辜的莫过于是Angela Baby洋颖了吧,平白无故被网友骂得一无是处,虽然Baby演技平平,但是有个好老公,自己也是坦言会努力锻炼演技,毕竟是模特出身,大家也不要对他有太苛刻的要求,毕竟做慈善方面,人家还是很用心的, 昨日,迪奥官方正式宣布赵丽颖,成为中国区品牌大使,而杨颖也是率先送上祝福,声称欢迎赵丽颖加入迪奥大家庭,自己也会尽能力帮助赵丽颖, 咦,这话听起来怎么有些自诩前辈的感觉,熟悉杨颖的网友可能早就习惯了吧,早前在央视焦点访谈,中共是以老演员的身份,对陆寒吴亦凡等小鲜肉演技做出点评,真是有些尴尬, 赵丽颖消息,一放出,baby的粉丝都不乐意了,先前赵丽颖就已经抢了德福巧克力代言,现在又来洞迪奥这块蛋糕,这脚步有点咄咄逼人,而面对杨颖的祝贺,赵丽颖回复的, 也是相当霸气与你同行,与美同,行,与爱同行,并没丝毫妥协和退让,也是让人感受到与星之间的竞争多么激烈,面对赵丽颖担当迪奥大使,很多网友为赵丽颖高兴,也有人为杨颖不值,不过更多的网友却是表示已经拿好爆米花等着这两人互撕,毕竟大家都是喜欢看热闹嘛。